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早上阿蘭 早上 Colin你先不要笑 我們都 我們是幾有默契 這個開場每次都 我們已經儘量表現得很自然 已經沒有開始那麼尷尬 但你一笑完 整個氣氛又不同了 大家今天星期五 希望大家HAPPY FRIDAY Colin 贏了再和大家說 贏了再和大家說 差不多可以吃 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今天是12月9日 10點11分 先補恆子 恆子正在做19430點 跌19點 大市成交是489億 恆子本身今早 夾升到200點 高開 現在開始有回 其實內地主要是炒回內地的憧憬 放寬 其實現在這個消息 是不是已經炒完了呢 所以港股 相對上可能 由開始做一些回調 看看會不會有新的傳聞出現 這一輪炒上來 有些真的證實了 內地出現新十條之後 內地放寬的步伐是令人很詫異 這個所謂的中國速度 往往是超乎大家的預期之外 因為一放寬的時候 因為內地本身 兩個禮拜前 其實都很嚴謹的 例如一有陽性個案 全部封在家裡 整個小區封 現在風的範圍已經很收窄了 例如有些地方只封棟樓 有些地方只封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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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身體也是好 好像去到發熱門診 我今次好像有見到 什麼門診 發熱門診 發熱門診 即是你發燒 就可以去那裏 給你退燒藥 不過很多人已經在家裡 囤退燒藥 蓮花清溫 身邊很多朋友都有疑問 有什麼方法 我家裡囤了一百多十盒 蓮花清溫 可能之前政府派下 或者是香港什麼團體 派下蓮花清溫 有沒有辦法運上去 或者寄回去內地賣 是的 因為蓮花清溫在香港 已經多到氾濫 但在內地是極缺的 一般是炒高了兩三倍 一盒蓮花清溫 是賣一百幾十元人仔 有些是一百元以上的 當然你是沒有辦法 你是沒有辦法寄回去 你沒有辦法 從一個正規的途徑寄回去 你會找大飛走私的零計 我絕不鼓勵 也不應該做違法的動作 是 因為內地的放股步伐是快的 兼且你看到很多的城市 都已經不用再掃碼了 不單止不需要核酸證明 現在已經不用去檢測了 除非什麼地方 可能是老人小朋友集中的地方 你進入老人院 或者是入醫院的家戶病房 可能你需要做檢測 或者需要掃健康碼 其他的地方 例如你去商場上班 就已經不用核酸證明 不需要掃碼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圖 在內地 就看到一些人撕健康碼 好像香港的安心出行 撕完 撕完 現在真的在內地 反而現在全國防疫最嚴謹 就有兩個城市 是澳門另一個香港 反而內地那邊放股得更好 是啊 我們現在還要快測 例如你去酒吧 都要你展示24小時的快測證明 然後你還要安心出行 那樣東西 是啊 我也不是很奇怪 我也稍微奇怪 為什麼我們防疫 放鬆的效率可以低到這樣 如果你對比內地的速度 的確是完全被比下去 看看香港裡面 什麼時候會有適當的調整 雖然說這個陽性 就是7天變5天 我不太知道實際意義是怎樣 縮短了 反而人們可能不開心 因為很多人可能中招之後 覺得會有7天假 現在少了 現在只剩下5天假 我不太知道這個縮短究竟是放寬了 還是會累積民怨 無論如何都好 內地因為看到放鬆 效果可以出來 所以事業更升 下一步就是昨天 一星六百點 我覺得大家在衝憊著另一件事 就是衝憊著內地的通關 因為前晚已經有很多消息 就在這裡傳出 講完確實的日子 因為現在你回大陸 即是無論香港回到 或者其他地方回大陸都好 你需要5加3的隔離 5天就是酒店集中隔離 另外3天就是隔離 所以加上8天 市傳 12月尾之前 就會由5加3變為3加3 由下個月 即是1月初 即是1月19日 好像有指定日子 1月19日 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正確的 10日子都有 1月19日開始 就是0加3 昨天主要就是炒這件事 炒這個開放 所以你看到 昨天主要炒出行相關的 航空股 酒店 和澳門 炒得特別厲害 主要都是炒這個開放 而澳門也都 雖然他慢 但他都說會適時調整一些防疫政策 和內地 或者是和香港 這邊提供更加多的通關便利 他有提到這件事 只是香港就好像什麼都沒有說過 我們現在不知道做什麼 這個令人相當疑惑的地方 然後 我想炒完這個之後 其實短期可以衝警 或者炒這個防疫放鬆 都真的差不多 因為內地 雖然有這樣傳 但我也有少許保留 因為內地可能對外通關 牽涉到的問題 會更加多 不是單純 內部放鬆 自由流通 這麼簡單 所以可能內地本身 都可能有更加多的討論 或者更加多的考慮 要做 所以如果這段短期升到這個位置 都差不多 可以先取消 可以先取消 雖然我覺得今年年底之前 兩萬點這個目標 仍然可以維持 可能只是你升上兩萬點的過程,現在才十月初,還有三個禮拜,這三個禮拜會有些波折,然後再慢慢上去 大家可以留意著,另外,看一看,早安,Hello Andy,你未夠8A,你未夠頒讚你,很有型 多謝,你要先讚Hilton,你看Hilton今天那麼擅心打扮 沒有,她很擅心打扮,她的樣子,是不是她的樣子多不認同 她不好意思而已,她害羞而已 不要扮演 然後先看看,另外,早安,Easy,Court,Gary,David,BB,Wong,Ivy 大家記得多給點讚,分享和留言,有什麼問題記得要繼續積極留言,問Alan,早安,Johnny 先看看他們在問什麼 Andy就說,重卡古3308,中國重器最近走勢不錯,想吸納,想問Alan,這隻前景好不好,還是應該選擇2338,這個版塊有前景如何呢? 重卡古3308先,我們看了,重器,是,她說想吸納,好像看最近走勢不錯,想看前景有 那圖圖真的漂亮的,是,圖圖帥仔 不過,重卡市場,我又覺得沒有這麼快,是恢復的 雖然,現在正在操入內地復償 不過,因為,也要看回內地重卡的保有量的情況 以及重型器械的保有量的情況 因為,如果印象中,其實整個重卡市場,其實2019年到2021年 其實都是在走一個上升的週期,其實一直的增長都很大 然後,你變了,就,內地要買那些,其實都買了 因為,通常這些重卡週期,一般都有回四五年的 就是,你買了一架,就是,你買了一架貨貨車 那,你通常都要走回三至五年,其實,才差不多手中正寢,需要換新的 那,所以呢,你每個週期之間,其實都是三至五年的一個區隔 那,所以,現在剛剛過了一個,就是一個上行週期 那,然後變成一個下行週期 那,下行週期,可能見了底,可能未 那,因為,中間是有些因素會有少少調節的 因為,上一個的上升週期,就是,為什麼賣得這麼好呢 因為,就是,除了差不多到換車之外 同一時間,就是,它由這個國標四到國標五 就是,兩種不同的標準 那,因為要淘汰了舊的,就是,我想,能源效率低 或者,高污染的那些車 然後,你轉為一些新的標準 效率高一點,那個能耗或者污染是少一點的 那,所以,就導致上一個的週期,其實是賣得特別好的 那,變成這個下跌的週期,或者是低微週期,可能會更加長 我覺得,基本因素要有很大幅的改善,是比較難的 那,只是可能過了最差的時候 那,最差的時候,回到去,去年尾,今年年初的價 我覺得,差不多了 所以,還有,就,如果即使內地的經濟 是因為復償之後,慢慢反彈 那,都沒有那麼快即時受惠到這些重卡 是 或者是商用車的銷售 那,所以,除非有其他概念 例如,現在都在催促一些輕能的卡車 那,除非有這方面的概念可以解僱一下 就是,若然不是的話 那,整體的重型器械,或者重卡市場 我認為,就沒有那麼快是復甦的 沒有那麼快 是的 另外,他還問2338,這個板塊前景有怎樣 跟中國重器是類似的 中國重器就做車頭,維柴動力做引擎 那,維柴動力是中國重器其中一個供應 即機頭會供應給中國重器 所以,它兩間應該的走勢都類似 如果中國重器的車賣得到 那,維柴動力,那些引擎都可以買得到 那,所以剛才也提過 那個行業應該沒有那麼快 是真正的復甦 嗯 所以,升到這些位置 或者,再高一點 就是,它要破255塔線線就難了 那,如果你說短線的 阻力就可能在11元這些位置 那,Andy,可以留意著 另外,升安體積是什麼 內地自由過香港,怎麼辦 內地自由過香港,怎麼辦 不回內地 哈哈 沒有人發過 嗯 我有一段時間都會維持 其實昨天,那些人很興奮 雖然都知道不會是 傳說那些戶外口罩令 可能會取消 是 最終,後來很快就澄清說 沒有這些事情 要繼續維持不變 雖然大家都知道不會是真的 但是,大家都會有那個開心 那個憧憬開心 你做什麼事 我又在想 他不知道做什麼事 可能吸引一下你注意 沒有什麼的 你做什麼事 因為我又可以在想 究竟世界是 大家戴著口罩會美好些 還是大家不戴口罩會美好些 你又怎麼看呢 哈哈哈哈 我這個是一個思考題來的 我沒有結論 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覺得戴著口罩會比較好看 你剛才說戴著口罩 我不是說戴著口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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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看到眼睛 我只是看到眼睛 你就是沒有 都要看各個人不同 有些人的想像力豐富一些 有些人的想像力沒有那麼豐富 有些人是真的要看到才開心 有些人看不到就反而更開心 是 看得到開心點 還是看不到開心點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一個思考題 我只是在思考 兩邊人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所以決定 究竟哪一件事 會令大家整體開心的指數會高些 會提高 你個人認為戴口罩好些 還是不戴口罩好些 哈哈 這是一個思考題 給大家思考 他當然不戴口罩好些 雖然戴口罩好些 一個美女戴口罩 仍然是一個美女 OK 因為美女就是本身 不戴口罩是美女 是的 哈哈 你們兩個 一唱一禍 然後看看Gary說什麼 兩個月前已經說了 三大因素 有兩大出現 除光 他說今天就是給沒有貨的人 最後一個上車的機會 哦 沒有貨的最後上車 看你炒幾場 不過我想 因為 要慢慢升上去 中間一定會波折 不會一番風順 一下就上兩萬 兩萬一 兩萬二 兩萬三 沒有那麼順利 中間一定會有些 尤其是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有風險是需要關注的 就是美股那邊 下個星期就兩件大事 是的 除了意識 意識前兩晚就會公佈CPI 是 大家都知道 最近大家都一定是看著美國CPI 因為美國CPI決定 它未來的加息彈性有多大 雖然怎樣都是加的 但是它加多加少 其實就是由CPI去決定 CPI在過去兩個月 都見到一個明顯回落的跡象 尤其是10月 10月是回落的幅度 令到大家可以放心 或者聯儲局都可以鬆開口氣 到12月只是加0.5厘 那如果去到12月 即下星期公佈CPI 這個11月的CPI 是持續地下降的話 可能對於美股來說 大家都放心少少 但是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我相信降極其實都是6以上 只是綠頭還是綠尾 綠頭和綠尾其實都差很遠 如果綠尾的話 就變成11月和10月 就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看美國那邊 就似乎沒有一個很大的改善 在CPI那裡 因為一路扛著CPI 都是實際的生活成本 例如租金、人工等 所以就算能源價格降了下去 商品價格降了下去 這方面的貢獻 都不是真的那麼顯著 雖然說美國那邊有很多裁員的問題 但那些都是大型的方向企業 屬於中產以上那些是被裁的 但是在美國或者歐洲那邊 其實基層的勞動力是仍然短缺的 你從飛龍和失業率去見到這個情況 就是那個新增的空缺 其實是快過那個新增的失業 雖然兩個職業指標都在升 但是那個新增的空缺 同樣都是在升 有一個不合適的情況 是 一些中高層 例如MATA請開那些人 的確是不缺的 那些就缺乏新增的職位 但是可能那些很基層 很南嶺需要那些 那些所謂基層 其實人工不低的 你在美國做的水電工 是比一般的百嶺的人 人工高很多的 但是反而那些這樣的技術工種 是挺缺人的 就是美國是這個情況 歐洲就是英國都是這個情況 那所以就變成基層 這些人工是不會怎樣跌 就是反而這些人工 還有少少升的趨勢 那所以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那其實CPI未必會這麼快 就可以降得到下去 那就是如果那個CPI 是真的有少少意外的話 那可能美股那邊的波動 也都會比較大 那其次呢 也都要看回 就是你意識那天 那意識加0.5厘 那應該沒有什麼變數的 就是不會突然間變0.25 或者變0.75 就是應該就不存在這個變數的 那不過呢 就大家看它加完0.5厘之後 出來怎樣跟市場交代 就是出來怎樣跟市場說 就是我加完0.5厘 那我跟著怎樣呢 就是我們下年回來加多少呢 因為大家比較關注就是 就是意識會議裡面那個點陣圖 就是你每個委員 那你猜我明年會加多少 那然後終極的時候呢 可以加到多少 那我想市場就比較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在近期呢 那就是市場開始就覺得 聯儲局是不是有少少是轉英的職場呢 就是雖然12月加0.5厘就沒有懸念的 那不過之後呢 就因為現在市場正在 那個終極利率呢 就是這個4.75至到5厘 那現在就是3.75至4厘 那加上0.5厘之後呢 就是加上0.5厘之後呢 就變成4.25去到4.5厘 那然後明年再加多兩次的0.25 就變成4.75至5厘 那這個究竟是不是終極呢 就要看加完息之後呢 出來那個點陣圖 就會給大家一個答案了 那所以下個星期 我相信美股那邊就一定是波動的啦 波動比較大 就是一定是最樂觀和最悲觀之間的徘徊 那這個對港股是會有影響的 雖然我們近一個月呢 都將美國加息這個因素 就已經放下了 已經沒有人在意 就是究竟美股升上跌 也都沒有人在意 就是究竟美國加不加息 但是這個實際影響到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月呢 就只是集中看看 內地的房企是不是 就是是不是可以翻生 那然後內地的防疫 是不是可以放鬆 那但是炒到這個位置呢 其實可以衝敬可以Price in的呢 都差不多是Price in了啦 那所以下個星期呢 其實開始這個焦點 是觀望回美股 或者美式那方面的走勢變化 那見BB王都說啦 每次都是FOMC CPI 有大波幅給你賭 那樣 都是一個好事來的 都是的 那另外就是 除了美國那邊之外呢 今天呢都出了 就是內地那邊的CPI 和PPI的 那就出來呢 就發現十一月的CPI呢 其實按年呢就升了1.6%的 而PPI呢按年跌了1.3% 那預期本身是跌1.4%的 那所以就見到那個PPI數據呢 就是比起預期是跌少了的 那Alan有沒有什麼的看法呢 就是對於內地的 很溫和 其實PPI呢就其實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PPI跌 而CPI升呢 那就是說你的工業利潤呢 是會進一步的收縮的 就是你的工業的出廠價格就跌了 然後你的零售價呢 就仍然都在升 那很明顯就是那些企業 那其實那個營利能力呢 是下降的 那不過從好那方面看啦 那就是內地呢 就沒有什麼通脹的壓力了 就是GUI又按年跌 那然後你的CPI按年升幅又那麼低 那也都未去到以上這些 就是需要關注的水平 那變了大家都憧憬未來 就是內地央行 就是這個 就是內地人民銀行 那可能利率的政策那方面 會更加有彈性 就是可以繼續減息 又可以繼續降準的 那就是唯一一個牽授就是這個 那但是市場的反應不會太大 就是除了今早 就是Spark抽上了一點點之外 那其他 因為現在的市場焦點 都只是在複常那方面 那變了這些CPI PPI 所以就暫時不是大家很關注的地方 那不過就有了這個 那至少就未來一段時間 就可以衝憬一下內地減息了 因為上次是降完準的 就是你看到人行呢 其實那個貨幣寬鬆的手段 其實是沒得間足出現的 就是降完再減息 然後降準減息 降準減息 降準減息 上次應該是降準 那接著就應該是減息了 是 那接著內地那邊還有一些新聞 就是關於雅居樂 那今天應該飄升得都比較厲害 因為呢 就出了一個新聞 就說他再減持雅生活 那他今早曾經都飄過去六個幾%左右 那就見他是佔生活的那個本 就大概是3.42% 每股作價呢 就10.18 是的 那就折讓了 Around 7.9.6%左右 這個就 都預期之內 因為內房 那其實就 環境是很明顯改善的 那股價也抽了上來 那抽了上來 那可以做的就先抽一下水線 是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為他不抽水他生存不到下去 是 好像碧桂園 是的 那碧桂園是這樣 那其他都是這樣的 那只是他不抽水的原因 就是他沒有能力抽水 他不批股的原因 是因為他批股沒有人要 就是如果他批股又有人要的話 他批了 是 那這個你一定會經常見到的 就是內房 我相信會繼續炒 然後繼續批股 繼續炒 繼續批股 直到就炒完為止 那現在應該未炒完的 因為大部分的內房 你看到同據的NAV 或者同據本北的折樣 仍然都是大 除了一些國企內房 即68109 華元中央外 那些 那些 那些應該都不會批股的 但是股價上也沒有太大機會 但是就看回民企的內房 即960 旭輝 我想旭輝他都很想做批股 那如果批得成的話 他今天升得都算他比較多 是的 旭輝批得成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旭輝批得成的話 證明他有錢回來 有錢回來就有錢還債 那有錢還債 那他的危機就開始逐步解決 因為旭輝境外的債券是為了弱的了 因為還不到息 所以是為了弱的了 那如果他真的可以批股出去 那批股就有錢 有錢就可以還債 那還債就不用為了弱 是的 那一天都光光了 即是你都只能夠 即是如果他真的做到的話 反而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他現在的股值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你不是在炒他有增長 你是在炒他死不去 那他死不去 因為大家之前都覺得他有機會死 所以股價跌了九成 如果死不去 那就是又彈回去 例如跌五成 跌四成 是 差不多了 那現在距離他股價高位 都是只有兩三成左右 那可能還有五成至一倍的空空間 那看看他什麼時候批股 大家不要對於內房批股很驚訝 或者他出來割九菜 因為他批股 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對於內房來說 他不批股 就因為他批不到股 是 然後另外還有一隻融創 1918 融創 今天也有新聞 他說 將最多40億美元的股東借款 轉換為普通股和股權掛勾工具 年底前到期的境外債 大概是37億美元 那股份繼續停止買賣 是 他的債務重組還未完成 是 但也有些儲光 那至今 有部分債主 就願意成為股東 是 即這個債轉股 應該很大部分都是他的大股東 即是孫文斌 那 叫做 就有少少儲光 但是融創 因為他銷售仍然都是低 那 即自己問內地購房者 居民來說 對他的信心 是未完全恢復的 因為他剛剛公佈那期 即公佈那期 都仍是按年跌 7成 這個未必有這麼快 可以見到改善 但就隨著融資 那方面慢慢改善的話 都融創仍然都有機會 起死回生 即他未去到恆大那種 那麼極端的情況 還有 未來的中央經濟工作小組會議 這個是一個關鍵 因為 早兩天開了中央政事局會議 在中央政事局會議裡面 關於內房的描述是比較少的 還有一點是注意 就是沒有再提這個 房住不炒 這個 變了 未來的中央工作經濟小組會議 大家可能就對於內房 覺得對於內房的著物更加少 其實對於內房的著物更加少 反而是一件好事 就是關注降低的話 反而內房的操作彈性和空間 是可以更加大的 所以如果是中央工作經濟小組會議 對於內房的描述 就是沒有之前那麼激動 就是要防住不炒 又說要壓制資本 無罪擴張 如果沒有這些字眼的話 反而對內房對科網 這些是一件好事 好事 至少地方政府或銀行 其實操作上可以多少彈性 至少可以借錢 給他們的債務延期 只要能生存下去的話 總會有轉機 對 接著 回答一下觀眾朋友問題 我看見David Lau 就問941 10元買了 還可以保持嗎 941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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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為什麼可以買到10元 941 他幾年前買 241 打錯了 241 最近也是很炒這個版塊 10元 他今天買的嗎 不知道 之前買的 之前買的 他說買了 可以保持嗎 保持嗎 保持就不好 真的只是炒這次 但他連升了很多棍 是啊 因為壓力健康 健康健康 大家都知道他查什麼的 就是剛剛內地忽然間 因為開放步伐太快 開放步伐太快 大家都與其感染的數字 一定會劇增 我相信 就比香港第五波的時候 那個增幅更加快 香港第五波都叫做 有些限制措施 就是大家 工作上空 然後停了堂食 那樣東西 現在不是的 現在內地沒有停堂食 不用工作上空 大家正常上班 都說長城三分之一的員工感染了 每月的銷售這麼差 原因就是 我們的員工全部都中了COVID 那 所以 因為公用醫療一定 照顧不了這麼多人的需要 總有些人 會發燒 需要退消藥 有感冒症狀 需要感冒藥 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 蓮花清溫 需要一些 批一朵 或者其他 其他的藥 那 公營醫療呢 你公營都不多 那你只有自己家裏 就在那裏團藥 那所以現在 就是內地的居民 就是有錢有缺度 懂得上網 那些都在那裏 就是上網這樣 那有些什麼藥 就買些什麼藥 那所以導致 即是健康也好 或者壓力健康也好 那其實藥品 網購的平衡 全部都爆了 是 那大家都知道 是炒了那一陣 那所以你看到 一陸米在那裏爆上去 不過這樣 過完那一陣之後 就大家不需要 即是你不需要再 再團藥 那你感染完 那例如香港 你過了第五波之後 那第五波的時候 很多人都真的 搶這批檔 那樣東西 那時候都很缺 年花清溫 不過你過了之後 例如你現在 香港 你無論年花清溫也好 你披薯袋也好 其他感冒藥也好 那其實你要買 是飲你買的 即是沒有任何 缺藥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 對於這些 這樣的醫療健康 網購平台來說 那這個爆單 就真的是這一陣 可能 過了這個月 或者最多 可能過了一月二月 那其實它的銷售 尤其是藥品 那個銷售 所以應該會跌回內正常 是 所以你想想短期 哇 你壓力健康有四元炒 炒上去 是啊 即四元炒炒到十元 那麼 升了150倍 所以150% 是 那我覺得真的差不多了 是 但其實有沒有說 這個版塊 可能是 例如好像這隻 壓力健康那樣 有沒有說 去到升到大概 哪個位置 其實就應該可能 要走 其實比我講 升到這個位置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是我本身覺得 九元以上 就已經超額完成了 是 就是超額再超額 就是給你看 10元 是 可以留意著 Davey 然後另外 不是啊 今晚不是出家玩 今晚是在家看球 哈哈哈哈 嗯 是啊 今晚看球 不賭球 不知道呢 你有沒有賭球 沒有啊 你有沒有玩笑著 沒有啊 沒有啊 即是只看球 是啊 是 然後 看看先 Davey 還找一隻賭鼓 還沒得炒 金沙美高梅 賭鼓 就 我看到很多人去刷 最近因為賭 即是內地的憧憬 然後賭鼓 近來都算是 升幅比較大的 其中一個板塊 是啊 因為炒到最後 如果你說炒餐飲 那些 其實很早就炒完 即是早兩天已經炒完 你見到餐飲 你見到餐飲 一直都破不了頂 那維路市賭鼓 銀行走勢比較差 你看到金沙 永里 美高梅那些 走勢更加靚 是啊 因為這些 其實持續地破頂 尤其是永里 兩個很主要的原因 一個就是炒復償 因為澳門和內地 澳門和香港 澳門和全世界 如果是通關的話 那些旅客回來 那些賭客回來 那些賭收 中場的賭收 即大眾市場的賭收 就有機會回復 但這個回復 是一個階段性的回復 不是說你今天開放下個月 就有些賭客賭收 全部回來 現在估計最樂觀 最樂觀 真的好像市傳所說 下個月就已經變成0加3 的話 那賭收要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即中場賭收 不是全世界賭收 中場賭收要回到疫情前 都可能是明年年中 甚至年年尾 沒有那麼快出現的 另一個利好的原因 就是賭牌 情安落定 本身六個賭牌 七個人爭 忽然間有個雲頂 走進去搞局 大家都有少少亂亂 是害怕的 是害怕的 因為大家就是 鄧永利和美國媒害怕 永利是特別害怕的 因為永利的老闆 是特朗普的最大金主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視乎 特朗普是中國的最大敵人 所以大家覺得 因為你給錢特朗普 所以我就不會給賭牌 所以之前你看到 永利的股價是特別差的 距離2019年的高位 即低位距離現在的高位 抄疫也是最遠的 他有賭牌之後 他的反彈是最大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 永利和永利是 跑贏了銀魚 跑贏了金沙 主要原因是這裏 不過有一點 我覺得澳門的賭收 是很難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就是整體的賭收 是很難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原因是沒有了VIP 沒有了VIP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現在在澳門審了華哥 是 因為改了一個規例 在新的規例下 就不會再有達馬仔 這個存在 而達馬仔 對於VIP 其實是有決定性的關鍵 雖然沒有了達馬仔 之後很多人說 我賭場 自己收回來自己做 就可以了 其實我不用經營達馬仔 不需要經營達馬仔 然後自己經營VIP 你的圖客 你都照開來以來賭 賭場 本身是經營不到VIP的 因為 因為他做不到達馬仔做的事 是的 那 達馬仔對於澳門的VIP 也好 或者是Mars Premium 不單止是VIP 有錢少少的那些 其實達馬仔都會介入 對於這方面的收入貢獻 是很關鍵的 如果沒有達馬仔這個行業出現的話 整個賭收是很難完成到的 因為 對於以往來講 那些豪客 即所謂的VIP客 即一次過賭幾十億那些 他們不會帶幾十億去澳門的 即錢不在澳門的 那麼問題就來了 如果你沒有幾十億 那麼賭場 為什麼會給你賭幾十億呢 因為有達馬仔 總之就 在澳門那邊輸了 那麼達馬仔先賺了數 因為 因為對於賭場本身 他不認賭客 他只是認達馬仔而已 那麼你達馬仔 你帶客過來賭 你輸了十億 那麼你達馬仔 就幫客人賺了十億 然後我就預訂了 那麼賭場就已經賺了十億 那麼至於達馬仔 怎樣收回那十億呢 那麼 利用你自己的方法 那麼那個賭客 那麼達馬仔都很肯定 如果賭客 那麼他本身一定會有錢 那麼自己的錢 可能不在澳門 不在外面 那麼在內地 那麼他就回到內地幫他收 那麼或者是贏了錢 那麼 那客人贏了錢 那麼 那客人贏了錢 那麼那賭馬仔 就是幫賭場 收了筆數 所以如果沒有了達馬仔 那麼首先賭場 你不會這樣給客人 那麼如果客人沒有帶幾十億 過來澳門的 那麼你不會給他賭幾十億 那麼你賭場本身 你不會有能力 或者你也不會逐個客人知道 究竟他在內地 或者什麼地方 究竟有沒有錢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 那麼你自然不會放心 就是給客人賭那麼多錢 那麼你不給客人賭那麼多錢 那麼你就沒有了那筆的收入 那麼所以如果沒有了達馬仔 那麼澳門的賭收應該是很難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那麼所以就 但是你見到股價上 有些人已經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例如銀魚 你見到2019年的時候 他的股價都是五六十元左右 那麼現在都五十幾元了 那麼所以你覺得 就是銀魚這些 還剩多少空間直搏呢 那麼 就是大家計算的 是 就是上升的高位不是疫情前的 疫情期間 就是疫情期間 銀魚創了高位 那麼這個是另一回事 就是放水 一個時候 但是你看回 他疫情前的水平 都是股價都是五六十元左右 那麼 所以炒到這個位 就 估值上就真的差不多了 那麼你需要很長段時間 去恢復中場的賭收 是 因為我見到Gary也說 他說 財產 27元 現在五十元 之前八十元 那麼 然後 另外 他還說 有什麼很害怕 雲頂念郵輪都搞不定 哦 都害怕的 始終有這個風險 是嗎 就是你無緣無故走過來 那我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跟某些人 談判是給你 你才來的 但是雲頂 基本面那些 是不是都算OK 不錯 雲頂不知道 雲頂 在馬來西亞那間 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是第二次來陪跑 他上一轉 就是十五年前 就是賭牌的時候 他已經離別過一次 是的 那不行了 然後十五年後 就是捲土重來 大家想著他有十五年時間 應該準備好 是的 誰知道原來都是來陪跑的 是的 十五年後再見 十五年後再見 因為這個賭牌是短的 是的 這個賭牌只有十年 是 然後另外看看 賭母VIP很難回去以前賭收 賭股是不是炒過頭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另外看看 BB1還問一隻293 他說293也是減炒過頭 回到肺炎 最近也是通關 然後炒回航空板塊 還有內航 或者旅遊相關的攜程 那些都是近日炒回 293日未算炒過頭 你看到還沒破之前的頂 十月的頂 九月的頂 他都還沒破 你看到其他航空股 或者市場都已經破了頂 是 他都還沒破頂 我又不覺得293 國泰是炒過頭的 但這個位置會不會有些難上 嗯 我想是市場的因素 現在市場差不多要調整 所以他升了這個位置差不多 但是之後我覺得他再破頂 應該沒問題 他不是賭鼓 真的有機會回到疫情前的情況 還有經歷了疫情 有很多貴價的員工也不服存在 請回去的全部都是廉價勞工 就是他又解決了這個工會的問題 因為國泰之前 就是作為管理層 或者作為國泰本身 那一路很頭痛的問題 就是國泰機司工會的 承諾力力是很強的 是 那之前國泰機司工會 一說要加福利 就是你要減他的福利 各樣東西的時候 那他一罷工 那你就只有站在那裡 那你只有答應了條件 那因為一個疫情的關係 那你將所有的 其實都炒了六七成的機司 那樣東西 還有他又選一些貴的來炒 那又選一些貴佬來炒 那所以現在 就算你再請回來也好 那其實國泰機司工會 或者是他空服工會 那樣東西跟以前應該都相差很遠 那你作為一個管理者的角度 那其實利潤那樣東西 的復甦應該是會加快的 那當然啦 你說長遠來講 那你沒有了一些有經驗的機司 那你對於地位來講 會不會有影響 那一定會有影響的 那國泰曾經 雖然你說他機司工會 或者國泰工會的power很強 那經常欺負一些管理層也好 那但是當時 國泰是世界上第一的紅港公司 是嗎 那現在你看到 那10名內都看不到國泰 已經去到20多 是 是 那所以 那所以這個銀行就 就 這樣說 那 即國泰變成這樣 是挺令人唏噓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 作為一個股票的角度 來講 那短期他真的會改善得快 是 看看 是說什麼 293其實OK 不過現在的市場太多更OK的股票 那正常 就是太低了 那些人當然不做 還有他們的對… 就是不要說只是價錢低 就是你對那些人的待遇都不是特別好 那很難會 就是 就算是以前 可能是做開國泰的 都不會想回去 那 一部分 那 我覺得 就是他要的時間請人 又不是那麼難的 那只是你比較難請到一些有經驗的人 那 那 因為香港的情況就有少少特別的 就是香港是比較… 一些… 怎麼說呢 就是junior的位置 就比較難請到人 那 但是國泰的情況有少少不同 那 那因為我想他職業那些東西 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那 那所以 那就是不排除有部分人 是… 就是願意是… 就是… 就是降低要求 降低人工 然後進去做 因為… 因為都的確很多人 就是… 就是… 就是很多年輕人 那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就是很多年輕人 那來畢業 可能就是比自己做了兩年 凶姐 凶童笑 當作儲一下經驗 是啊 就是當作玩一下而已 只是做什麼經驗 大家都… 大家多數一進去那些 都很開心的嘛 是啊 那上面有… 但很多凶姐那些 都是… 就是… 就是不是身兼入職的嘛 就是可能做了那些代購 那些幾樣一起的 那或者… 那或者你當作賦婚 那可能玩兩三年 都無所謂的 那所以他… 請Junior應該就… 就不困難的 那但是他要請回… 即使用這樣的待遇 請回那些年輕人 有經驗那些 的確是比較困難的 嗯 因為之前在國泰離開了的人 就是凶姐凶小 有個人也好 其實至今都可以 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 轉做銷售 因為有很多名店的銷售 是喜歡請前空姐 有沒有覺得有什麼原因 喜歡請前空姐 首先做得空姐 一般外形不會差 所以最低的門檻一定是過度的 其次就是因為做空姐 尤其是國泰 其實你訓練你的服務 態度 以及語言方面 都是超過平均的 還有那些方法 都比較適合在明店做 所以明店本身都是喜歡請前空姐 另外可能去了保險和銀行 所以如果本身已經轉了行 例如做這些又做得不錯 當然不會回去做空姐 因為工作的時間 辛苦程度和回報 當然其他行業可能會更加好 所以他要用這樣的待遇 請回一些有經驗的 是比較難的 我想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你只要慢慢訓練一下 訓練一些Junior的上去 是 要一些時間 又不是做不到的 HiltonBB可以做 又會游泳 有什麼關係呢 我沒有 你會飛就說 會游泳 我都未到Junior 為什麼會游泳 C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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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差不多年紀 她這麼年輕 是嗎 Cenior 我不會做空姐 看機會說什麼 課分玩玩玩也不錯 沒什麼興趣 很殘忍 不太好 等一下 Cenior 本身會做空姐 不會走到長榮卡塔2做 他們要做空姐 基本上都是發發二九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為卡塔2也好 長榮也好 過去幾年 其實都沒有招聘人手 全世界的航空業 在過去幾年都是萎縮了 現在只是去延長 當然歐美的航空業 其實它延長速度會快些 因為做了開放 現在大致上都很穩定 現在看日本、台灣 那些也逐步都在進行 Johnny說 空姐真的要懂游泳 萬一有意外 又掉落水 有什麼意外 要懂游泳 有意外 掉落海 這麼高處 雨下跌下去 我應該都死了 我沒有說過海外 哈哈 那意思可能是 有什麼事呢 可能在大海那裏 成功降落 即是 Soft landing 然後呢 Soft landing 然後你會游泳 就是游戒對岸 是嗎 就這樣的 正常情況 你在大海那裏 Soft landing 都好 你會游泳都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游都不知道游多久 就是 唯有聽天游泳 是嗎 就是你再懂游泳 你不會游得快 那條鯊魚 是 還有我游泳是真的不擅長的 所以是不適合 是嗎 我以為你游泳很厲害 我不是 我游泳不太行的 好像呼吸錯了 我以為你 你操開水那些 不是 學界游泳冠軍 不是的 跑步就有學界游泳就沒有了 我本身對水性是比較差 所以還是不要搞我了 也對的 游得多 對皮膚傷害 都是要關注的事 那我又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嗎 我小時候 為何我學游泳 是因為 我氣管比較容易敏感 是嗎 學游泳會比較敏感 那些醫生說 那時候看家庭醫生說 游泳對於氣管 那些呼吸是有幫助的 會好一點 可以病少一點 真的嗎 好像是游泳那陣子 是真的病少了 是嗎 我從來都不說 但是我本身是不喜歡游泳的 強行不行 看看 他們請人的時候 又說很多淺人工 全部說謊 好像是一個底心 然後你飛的東西轉 好像當是 多路多德 是 是 不過如果你說對比其他行業 其實就真的低很多 對比其他行業 如果起床來說 又不算特別低 因為其實香港 都有很多很低身的工種 是 其實做空姐行業 其實不是特別低身 尤其是國泰 現在跟之前比 再開低人工 但是即使是現在這個 如果你跟其他行業 對比 做足 相同的時數 因為你正常 其他工作 你每天 可能做九個小時 每天工作時間 可能九個小時 至十個小時 一個星期可能是 四十多至五十個小時 如果你用回這個行業 去跟你的行業 對比 你做足足 那麼多小時 其實又不是特別低 人工 我想都是 中位數以上 你做空衝 那當然你的行業 再上升的時候 可能就不如其他行業 尤其是如果你做空服的話 那因為 你很快是上上到盡頭 是 因為你又比較少 可能會跳進去做管理層 那樣 因為國泰本身有MT Program 所以國泰管理層 其實比較少 是由這個空姐 或者是機師轉過去 那可能都是內部的MT Program 那如果是工程師 那就是工程師的訓練 那裏上去 那 所以我想 最大的問題 是career path 而不是你入職的時候 那個人工的問題 嗯 是啊 那這段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補回恆子 先 恆子現在正在做一萬九千六百點 正在升一百五十二點 大市成交七百二十五億 那今天都謝謝Alan和我一起做節目 那祝大家有個Happy Friday 下星期再見 拜拜